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協恩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是這條 HIS 2020年 Form 6 Mid Term Assessment Paper 1 第五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它就說在Figure裏面 這個Solid consists of a Hesmosphere of Radius RCM 還有一個Right Cylinder 即是這一塊 Height的高度是6CM 還有Base Radius是R 還有一個Right Circular Cone 就是這個 Height是6CM 還有一個Base Radius是RCM 它沒有畫,我畫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RCM 它就說It is given that 這句我覺得蠻重要的 不如我由它用方式來highlight 它就說It is given that Total Volume of the Hesmosphere 即是半球體 就是這個 還有就是Circular Cone 就是這個 It is equal to the Volume of the Cylinder 即是等於中間的一個 它就叫你A拍 再擊破 好嗎? 有兩拍 就叫你翻個R 好,事不宜遲 拿張單看紙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 我都放了一幅圖 A拍 我先在這裡寫下 剛才的題目 曾經說過 這個Hesmosphere 即是半球體 還有就是 Rice Circular Cone 即是黃色這兩套 的Volum 是等於這個 橙色這部分 所以我們就來 首先 如何計算球體的體積 當它整個球體這樣計算 就是4 over 3Pi R 三次 但因為沒有忘記 它是半球體 所以先給它 二分一 再乘以公式 就是4 over 3Pi R 三次放 這個就是球體的體積 乘以分一 就是半球體 好了 再加什麼呢? 就是旁邊這個 Rice Circular Cone 那麼Rice Circular Cone的體積 如何計算? 就是三分之一 再乘以底面積 底面積就是Pi R² 再乘以高 當然高它都給了你 這個位置就是六 這個位置就是六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六 就會等於橙色的部分 橙色的部分當然就是這個 就會是Cylinder Cylinder的體積如何計算 就是先計算底面積 就是Pi R² 就是圓的面積 再扯上去 再乘以高 再乘以六 對 就會是這個 方便你們溫習 所以我不如給你們多一點色色 好嗎? 這一部分就是那兩塊 黃色的部分加起來 拿著黃色的highlight 對 而橙色的一部分就是 就是Cylinder的體積就是這個 給你所有色色 讓你舒服一點 OK? 所以如無意外 我們現在做一做小手腳 2同4弱變2 對嗎? 3-1-3 3-2-6 3-2-6 好! 好! 換言之 這裏就是2Pi R3次 好! 還有一個除衣服 差點出事 對 就 2 over 3Pi R3次 對嗎? 即是老人家眼大看過龍 OK? 要有個3的 好! 再加什麼呢? 那 2 Pi R² 好了 就會等於旁邊的Pi R2次 即是6Pi R2次 或者寫好一點 即是6Pi R2次 而事實上 我們全式再約 因為大家全式左右兩邊都有Pi 所以Pi約了它 Pi約了它 是不是? 好了 這裏有R2次 這裏R2次都可以約 這裏有3個 約剩一個 所以其實寫好 即是2over3 就是R 再加 因為Pi約了一個 Pi也約走了 OK? 就是2 就會等於6 好了 全式乘3的情況下 這裏變回 R 3 2於6 6 3於18 最後答案 2R 就會等於 將加6調改變 減6 即是12 所以最後答案 乘2調改變 除2 12除2 即是6 所以正確答案來說 交付之力出 R的Value就是6 OK? 這就是A part的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去B part B part B part 它叫你找什麼 就叫你找到 Total Surface Area 的Solid 即是這裏的Surface Area 到底是多少 好 先拿出單案 先說 科技好先進 我已經擺定圖 等你 OK? 我們要找這裏的Solid 的 表面面積 Total Surface Area 其實這裏 半球體的體積 面積 其實都不難找 有公式的 等一下再說 這個也是 最難搞就是這個 這個怎麼搞呢? 不如我們先找一個L 好嗎? 這個就是 這個 或者我標示好一點 這個綠色部分 我用綠色螢光筆 這個綠色的螢光筆 我就會叫它做 L 我就會告訴別人 L 那個斜高 我都不用寫那麼多了 L,應該按射 L 寫好一點 不好意思 L的CM 對 因為它在用CM 對吧? 这个叫什么名字呢 这里也有说的 叫做Circular Cone 然后再继续去 如果你给我做的话,我先计算L L是如何计算呢 我看看,刚刚我们计算的R是6cm 所以我先更新资料 这个是6cm 这个我不再计算Rcm,就是6cm 而事实上 这个高度就是这个高度 所以这个也是6cm 当然这个是一个直角 即是说这个是一个直角三个零 如果我们要计算L,还不是不是定理 L的二次,理论上就等于6的二次 再加6的二次 当然就是 Particle Sphere 即是,L二次等于6636 36乘2是72 所以如无意外的L 就会等于 开方斤72 我说的L会等于 负开方斤72 因为正负开方斤 当然不可能是负的了,因为是边场来的 边场怎会有负数呢?所以rejected 负的意思 难道代表输入去开方斤72cm 是不可能的 所以其实我们都更新了资料 即是说现在这个我们知道是开方斤72cm 而事实上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资料之后 整件事都够了 好了,我们先计算 逐个来吧 就是半球体的Surface Area 好吗? 好了,所以我就回回人了 那个的Total Surface Area Surface of the Solid 好了,会等于什么呢? 当然首先就是 二分之一 因为半球体 所以写定二分之一都可以了 好了,根据公式 这个球体体积如何计算呢? 就是4πr2次 所以这里就是4πr2 写好一点 好,开个中估 就是4πr2次 现在r当然就是6 好了,再加 好了,第二个东西 这个 圆柱体的 表面面积 即是那个曲面面积怎么计算呢? 就是2πrl 就是2πr r就是6 l当然也是6 最后 那个 Circular Cone的曲面面积 那个追体的曲面面积 就是这个 就是πrl 所以根据公式 就是πr就是6 l就是开方根 72 OK,可以吗? 其实 将所有东西全部按下机 你不难发现 拿三色幅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612cm square 当然拿了三色幅 可以吗? OK 好了,这个就是b part答案 OK,可以吗? 查一查,看看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了 这个就是详细问题 这个 这个 好,揭过去先 这个就是 A part的详细答案 好,这个就是b part的详细答案 OK,可以吗? 好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真的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话 我们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